我們剛剛有個Dictionary Dictionary是直接這邊有個Dictionary檔 上個禮拜也講過可以把它讀進來 有沒有 可以在裡面產生 然後後來我們又結合一個CSV CSV之後把它讀進來 有沒有123把它結合進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那個Dictionary一樣 我希望把這邊 可以把它變一個CSV 然後把這個CSV再把它讀進來 所以第一個你需要什麼 CSV檔 那這個CSV檔我先Demo給各位看 我是把它改完了 一樣一個空的字典檔 然後去把它讀進來 一行一行讀 讀完之後的話把它切進來key value key value 不過後面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換行符號 你必須把它去掉 然後呢我們來看基本上結果應該也是看到 會跟那個 我們假設我輸入一個假的 這是錯的 如果這個輸入一個正確的 答案正確 這個怎麼做 我們按部就班來跟各位講 一一樣是把那個Dictionary怎麼樣 這個檔 我講過了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我們重來一遍 一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上去 記得這版本控制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貼的話 你舊的東西不見 你可能就找不回來了 二的話呢把它打開來 那改什麼地方呢 我需要一個CSV檔 不過現在這個CSV檔 假設不存在的話 那你要怎麼讓它變出來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可以用Excel來做就可以了 像我這邊Excel 裡面的話基本上 就是先做一個什麼呢 我先把這個先取下來 把它砍掉好了 假設我這邊沒有這個CSV檔 那如果我要建立的話 基本上我可以用那個什麼呢 用Excel 所以你可以先把Excel打開來 那特別注意喔 Dictionary是兩欄的概念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產生的話 那Key的話就第一欄 Value的話就第二欄 有沒有Key就是第一欄 Value就是第二欄 那如果說你要產生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是在第一欄裡面 第一個空下來 因為這個零嘛 那所以這個地方你就要打一個 Generate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Favorite 再來就一直打打打打 可是問題喔 這邊有12個月啊 我講過喔 其實Excel還蠻棒的 為什麼 你打一個Generate 向下拖拉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產生其他月份 因為它裡面已經有清單了 第二個的話呢 前面對應的Key 對應的Value Value的話呢 就0到12嘛 對不對 這個地方為什麼空下來 因為我第一個不要 這樣應該懂吧 Dictionary反正以後就兩欄 所以以後呢 Dictionary你要做CSV 請記得喔 在Excel裡面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Dictionary 跟Excel也可以完全match的 那特別說今天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也是原創的 網路上也找不到的 我發現網路上這個很重要 可是網路上很少人去提這個 都是用其他的方式吧 不過我覺得這好像比較重要 工作裡面反而比較派得到用場 Python做完之後還是要需要從Excel 讀資料嘛 怎麼讀 沒有 所以慢慢也許 反而這些都是我覺得重要的 那大家可能會找 我把影片拍完之後 慢慢大家Google搜尋就找到我了 慢慢知道 吳老師也在教Python 慢慢大家又會匯集過來 所以被 所以其實這一種水煮青蛙的效應 我不用擔心說會不會 我會不會有學生啦 反正你的東西如果是真的是有料的話 你不用擔心 不會被發現啦 除非說你的東西是真的是 講得太 沒有內容 那當然 自然不會吸引人 OK好 而且要到一個YouTube還不容易 你講話的方式也不能 我發現有些人講話就是一堆罪字 然後不流暢 然後言不吉義 沒有重點 OK 所以這種說話的技巧 有的時候是你開始當YouTube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發現 你要改進 因為你會自己去聽自己的影片 就會發現說如果別人聽這個人 自己會覺得 好像還可以更好 所以其實我從很早以前當學生時代 就會學 試著把自己的聲音錄製下來 聽聽看自己 發音的方式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要改變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自己變得更好 你可能也可以 試著當一個YouTuber看看吧 自賠是走了一個很 很棒的一大步 因為你的人生開始不一樣了 有沒有感覺 慢慢你會有光環的 所以我一直很鼓勵年輕人嘛 反正你不管做什麼 你就是要去 跨出那一步就對了 不管你現在有沒有成功啦 不過我是覺得你只要有 你有勇氣 跨出那一步就不簡單了 就像你們來學Python 我覺得你們勇氣也十足啊 因為這個課實在是真的是不容易啦 OK 那回答這邊 這裡的話呢基本上第一步 Esser應該沒問題 第二步的話你就怎樣 把這個向下填滿 這個0到12 再來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話 你就是直接把它存成CSV 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叫member 不是 MANCE 這邊把它存在桌面上 我的習慣是存在桌面上之後 再把它拖拉到那個什麼呢 我剛有做一個 直接呢 你做一個之後的話 然後呢再把它直接 關閉之後 就在拖拉 從外部有沒有 這個CSV這個檔 直接拖拉到 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這樣拖拉放開 它就會把它蓋過去好了 反正一樣 這邊就會多一個 如果沒有你按F5 它會重新整理 這邊就多一個 你當然它現在好像沒辦法直接開啟啦 好像會叫以私有開 好 那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再來第二步 第一步是 把這個 MANCE 點CSV產生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它再匯進來 匯進來我想前面也做過 一 先把它改成 一個空的 空的什麼呢 空的字典檔 大瓜壺 第二步做什麼呢 其實跟上禮拜講的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上禮拜這個 FileWid的這個Member 這幾行其實 通通可以把它複製 貼過來就可以了 貼過來 那改哪些呢 應該會改啦 反正複製貼應該如果 改我想 現在大家好像都比較熟悉會 比較熟的應該是修改程式啦 然後呢 MONTH OK應該沒問題 記得大小寫可能會有區別 印象中這邊有區分大小寫 然後呢 把它讀進來之後 他就會把那個物件裡面的第1行 讀進來 切割之後 這個不用print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東西呢 再放到Ditional裡面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上個禮拜Ditional Show 就是這一行 這一行 然後呢 基本上就是切割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是要它的 第1欄跟 第5欄 第1欄是姓名嘛 第5欄好像是電話 我只要這兩欄 那可是問題呢 我們現在的是要第幾欄呢 第1跟第2嘛 所以這邊的話請你改成什麼 0跟1嘛 因為它一定是 第1欄一定是0 第2欄一定是1 OK所以 抓一個 抓第2個 這樣key value key value 有沒有 有沒有一組一組的key value key value 這樣子 那可是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你直接把它讀進來的話 然後這邊 讀進 Additional OK 那這樣應該沒問題 不過呢 你執行完 執行 會有兩個可能的問題 第一個什麼問題呢 我先試給各位看 直接執行 按OK 跑的話 然後我看 這一行 這行什麼問題 啊這邊 讀進來 我這邊是LINE 這邊 改成 1啦 OK 之前有改過 讀進來 然後 這樣應該OK 好 看一下 哎 這是幾月呢 12月對不對 Enter 答錯了 好 答錯了 12月 還是答錯了 難道是13月嗎 還是答錯了 為什麼 因為裡面 他讀進來的東西 有 問題 我想說 讀進來的東西有問題 那我怎麼看得到呢 現在在記憶體裡面啊 我怎麼知道 所以記得喔 如果有問題 請記得怎麼樣 射中斷點 那前面講過啦 你可以在可能出錯的位置在這裡 那按下那個上面的出錯 模式 他會停在中斷點的位置 那我大概 可能猜想 切割之後 回來的東西 可能會多出什麼東西 前面講過有那個 反斜線 N 換航 所以呢 我要怎麼樣去 把反斜線換航 給去掉喔 那如果你不太確定的話 你可以用 除錯模式 除錯模式 不過除錯模式 可能要慢慢習慣 因為 他這個視窗實在要喬很久 啊不好喬啦 不過 有的時候就是 就是 這個目前是空的 把它執行 切一個 有沒有發現 他現在 裡面 切一個 OK 裡面有切出來了 空白 加一個零 不過你會發現喔 在Value的地方 有沒有 多一個什麼呢 反斜線N 就我剛剛講的換航 那要怎麼樣把它去掉 就 上個禮拜有同學 很認真 他就 下了課之後沒有走 就一直在那邊練習 後來他找到答案了 就是我剛剛講strip strip就是可以把這個拿掉 那要怎麼加一個strip 其實呢 你可以在 這個Value 這個Value 當要給他之前 因為他 切完之後 他從裡面抓到其中一個 比如說他抓到什麼 抓0 反斜線 如果我要把這個反斜線拿掉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Value後面加一個點 點什麼呢 點strip 這邊會出現 strip就這個 strip意思就是取代了 取代什麼呢 取代 一般是前後的東西 前面或後面 那如果說我要把後面的東西 拿掉的話 strip反斜線N 這樣子 當然現在程式還在中斷模式 我們現在改了之後 我看他現在跑 現在還沒 所以等於1的地方如果成功的話 那表示這應該OK 所以讓他再跑一下 改完之後有沒有再跑 然後 跑這一行有沒有 試一下 反斜線N 還是有 所以我重跑一下 把它停掉 再試一下 然後再重新讓他弄一下 strip 反斜線N 有時候那個出銷模式 按一下 然後 再讓他往下跑 看一下 現在還是空的 有沒有發現 可能這個如果改完之後 你要重新讓他重 run一下 不然他有些程式已經 露上去了 你要改完 他不像vba 有沒有 vba就很棒 改完馬上OK 但是python沒有這麼好用 而且python啦 你除錯 感覺起來 你會很懷念vba 的除錯模式 因為vba的除錯模式 比這個 感覺要 好用一些啦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你會發現 做出來就OK了 有沒有 再切出來後面 有沒有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的技巧 書裡面很多時候沒有提到 這書裡面沒有提到的 所以 如果沒講 那你差這一步啊 就掛掉了 對不對 所以東西啊 程式只有100分 沒有99分 但是書裡面提供給你的知識 頂多可以給你95分 另外5分怎麼辦 另外5分的話 就看資質了吧 是不是 如果資質好的就可以自己找出問題 但資質不好的話呢 可能就會想要把書丟了 是不是 啊 要不然的話就來上課就好了 因為呢 來上課 吳老師會告訴你為什麼 把那另外5分補給你 就可以跑出來 因為很多同學會問我說 老師買哪一本書回去 為什麼一直跑不出答案呢 因為 可能跟這個有關係吧 因為 第一個書裡面真的只給你95分 而且裡面會有bug 書裡面的程式有bug是很正常的 跑不出來也是很正常 所以怎麼辦我常常都是好拿 人家的東西但是我把它改成我自己的方法來上課 這個可能是不一樣的點啦 確保說我每一次上課 的品質都是ok的 不然有些東西 書裡面沒提到怎麼辦你就掛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注意 再來的話呢 你想說這個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呢我們在跑跑看 好第1關過了 把它直接執行 這是幾月呢 1月 Enter 他還是答錯 為什麼呢 1月 難道是2月嗎 3月嗎 都不是 你打到100月還是不對 為什麼呢 其實 第二個關鍵的問題在哪裡呢 其實你往下看 這個 這個m有沒有 它是什麼呢 int 轉為int 之後 所以它這個int 那我們剛剛的那個value 就是後面有沒有發現 它前後有沒有 有單引號 它是自串 所以 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在這邊怎麼樣 加int 要不乾脆你就把這個 拿掉 我剛好用這個int好了 特別注意喔 所以這個是 那個形態不同的問題喔 要不你就是兩個都變int 要不就是兩個都string 不然兩邊int不等於string 雖然看到是一樣 但實際上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 第二個 要不就改這裡 我把它再加一個 那個int之後 再來比喔 所以資料型態也是最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 這個是7月 Enter看一下 答案正確 所以基本上這一題 除了要把它 載進來 這個上禮拜講過喔 所以你可以從那個上禮拜的部分 稍微再 複齊 另外的話會有兩個地方 會需要特別注意啦 不過這個這個也是上禮拜 我沒特別講 因為上禮拜沒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型態的問題 這邊可能要加一下 我一樣會已經把 那個這個完成的畫面 直接拍照放在 雲端上 我也有把 可能需要注意的點 幫各位mark起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也就是把那個 今天的MANCE CAI 再改成 上個禮拜 提到的那個 就是 從外部 賄賂CSV 第一步請各位注意 先開啟Sale Excel裡面的話呢 從 A2儲存格先打個 GENERY 然後向下填滿 再到 B1 B欄的第一個 0 12 一直到12 另存新檔 存成 那個MANCE CSV 存完之後再把它 用拖拉的方式 拖拉到你的那個 目錄下方 那第1步就先產生那個 CSV的檔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把CSV跟字典檔 把它 連結在一起的話 應該 我覺得會越來越簡單 所以以後 你可以想 如果你的全民音檢的資料 假如是 在哪裡呢 在那個 網路上一定有啦 你打關鍵是全民音檢 然後呢 你也可以 把它下載下來 可是通常 他給你的檔案應該也是一個 Excel檔 所以怎麼辦呢 就很好解決嘛 所以 為什麼要講那個CSV轉 那個 字典檔這一段會多講 因為其實 如果你這一段會的話 你可以變出 非常多的花樣 甚至很多遊戲嘛 對不對 外部都可以 只要是來源是一個Excel檔 他就可以跟 那個Dictionary連結了 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等於是說把Excel當資料 資料庫來源 或資料來源 這樣來處理 那這樣的擴充性 就非常的大 所以你工作裡面 只要是一個 Excel檔 你只要把它轉 轉成成CSV 其實像基本上 跟Python的應用 我覺得 就很好用了 頂多是說 會進來會有那個 反斜線N 你加一個strip 把它去掉 進來的話 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有很多 不只兩欄 你可能有三欄 四欄五欄 沒關係 你可以 第一欄當Key 23456 反正幾欄 當Value 你可以先抓進來之後 再去切就好了 也可以達到你要的 所以Key 跟Value Value可能有好幾個 你自己在 第二階段的切 也OK啊 沒有問題啊 其實這個 都可以這樣來處理 所以請各位稍微 從這個地方去做一個 衍生 當然前面還有蠻多題 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這裡的變化題 或許 我一直強調那個全民英簡 或者是什麼 現在很多什麼多億啊 現在很多公司 如果多億分數不到 某個分數連進去的門 進去的門檻 你都 你都 你都沒辦法過 所以 要不然你可以做一個 Python的 多億的 那個 檢定的一個 小的CAI 像 至高是 對日文 方面 比較熟 所以你可以在這方面 也許多做一些 甚至你可以把它 學自賠 一樣 把它錄成影片吧 對 把那個過程也許可以 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也是一種方法 至少你的 就是也 慢慢會被看到 以後你要找相關又懂Python 又懂日文的人應該不多 那你至少你有個窗口 被看到 齁 你就很容易就收到mail啦 所以像我最近也 蛤 會有酸 沒關係啊 酸給他酸啊 對啦 他會說 你怎麼錄成這樣 要不然就是 有時候 你不是很熟練嘛 我比較 你講話就比較 喔 就是沒有那麼連貫 他就說你講話怎麼那麼 還沒來錄 反斜線N 然後還有一個是 那個資料形態 INT跟Srim 的差別 你會antwort